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玩的是 多溫 之前都沒有玩 但是我其實偷偷的練了一個小號 沒錯 各位看到這個 目前我已經打到了這個 3270分 我發現多溫真的好好玩 那目前排名是49名 真的蠻不錯的 而且我打上了區域的第一名 沒錯 多溫我覺得非常的強勢 那這邊的話 我們今天為了要打這個戰鬥獎勵 我們就來玩多溫吧 看看會不會掉分呢 GOGO 那多溫的話 他的戰術的話 主要是這個 靈魂的行徑讓對方 防守的時候很難防守 那就要趁他 把法術丟掉的時候 那 比如說多溫走進去啊 或是守護者走進去 等等的時候 搭配這個靈魂的行徑 那對方會很難防守 因為他前面要守後面也要守 那這時候他的塔呢 等於說是 比較沒有用處的這樣子 海底人就要丟很多法力 那至於 炫目法師的話就是跟多溫 非常好的一個搭配 因為多溫派出的飛行器呢 每一隻TPS都有150 雖然兩隻嘛 傷害就300很高 那再加上說這個 炫目法師本身也是150左右 所以對方會想要拿法術砸 但是只要多溫跟炫目法師分開放 對方是絕對砸不到的 那我們開局要先保守的丟這個 守護者喔 這樣才會比較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進攻一波 試試看這樣 那我們可以搭配靈魂的行徑 我們先拆他 賭他沒有塔 但是他有塔 那通常 這種比較晚放的話也沒辦法 因為 如果他比較早一點放 我們就可以來這裡處理 然後這個勾勾呢 留給下一隻那個殭屍 那這邊我們先放一個玄武法師 然後這邊看有沒有要補的這個 補在上面 他下面不攻擊 我們就補在上面 那這邊 把他勾過來喔 把他勾到中間 那我勾的位置偏上一點點 但沒關係 我們可以再廣下一點勾 這樣 塔比較不會受傷 好 他這樣做的話我們就攻擊上面 直接不猶豫了喔 直接不猶豫了喔 這樣的話很好的是 直接有這個 守護者幫忙彈的話 傷害很高 那逼他 逼他必須要丟這隻防守喔 不過他這隻 出來之後我們就會比較難受一點點喔 所以我們 要盡量的守住喔 然後 把他勾到中間好了 那這邊我們 可能守的慢了一點 半了一步喔 所以 所以說我的那個 塔被打到很多傷害 我們剛剛可以早點把 惡運鬼魂解決掉的 其實 好那這一波我們再搭配一個 靈魂做進攻 那他應該會拿塔的手上面喔 我們就可以趁機攻擊下面 那這一波的話我們 殭屍的話就 那個性財沒辦法處理喔 因為 不好說 有點難 難描述 但是總是先把他勾過來喔 勾過來然後打他 圍後他 那他技能應該是開掉了喔 所以我們可以輕鬆的收掉他 不過他差點沒死喔 其實這隻非常的彈 其實守的時候要注意喔 那這邊的話 我們也沒有拿到太多好處 其實有點尷尬喔 再丟一次靈魂的行徑吧 那看能不能把天堂鳥噴死喔 不然那個很麻煩 很討厭 好的那這邊我們就把 看能不能勾過來喔 等那個毒小石頭勾過來 勾過來直接 用多溫處理掉喔 那多溫 好像有點處理不掉 有點尷尬 打不死 尷尬的一個打不死 終於死了 然後趕快擋住 好擋住 揮運鬼魂喔 這是個好消息喔 至少擋住揮運鬼魂才有 才有那個就是反打的空間喔 然後這邊我們再試圖進攻一下下路喔 算是逼迫他 兩路進行防守 然後他就會 比較有點 糟糕我被毒到了喔 這樣的話我很尷尬 而且 多溫在這時候死掉喔 來不及 出來 那二運鬼魂開始打了喔 二運鬼魂非常痛喔 那 我的聖魔法師下錯位置了喔 要死了喔 聖魔法師 嗯 那這一局他來講應該會輸喔 因為 其實對於這種 洗牌的打法 我是沒有一個很有把握的 戰術喔 通常我都是覺得非常難受的 那這邊他的塔先出來被打爆了喔 我的忍者可以進場了喔 然後 這個勾勾進去喔 然後 塔爆了 欸贏了 其實其實其實 前面也應該說 喔我都 我知道我怎麼贏的 就是說 他的那個 那個 甲鹿啊 甲鹿 我前面都是逼他丟甲鹿啊 因為我找到他失誤嘛 那他失誤之後 他不丟甲鹿不能守 那他先丟甲鹿之後 他就要一直用甲鹿跟我換喔 所以其實 雖然他 有慢慢磨掉我的塔 但是那是因為 我有機會打他的時候 他都用甲鹿拿來守 所以說他最後甲鹿用完了 那我比他多一個 多溫喔 那我的多溫就可以 順利的走進去 透過一個 嗯 剛剛有 有45分推的 這樣的方式這樣 好 那我的分數就變高了 但是我們遇到一個 比我們低很多分的 這個一場 一輸就會 就會扣35分 很可怕喔 我剛剛第一次看到這個人欸 秋波 The Lazy 那索林來講的話 他的 破壞力非常強喔 我們必須要很謹慎的 出卡片 那如果能找到機會進攻 是最好的 再好過 那這邊只能用這個手喔 才不會浪費掉 因為守護者 守完之後 可以馬上搭配進攻 那我們好 這時候忍者直接走下路喔 我們直接打下路喔 他這樣玩的話 逼他丟索林喔 那他這邊不丟索林的話 就會虧很多喔 因為這樣 可以掩護到忍者 那這邊讓我們 也丟漩霧法師喔 欸我多恩丟在前面了 我失誤 不好意思我失誤 各位不好意思我失誤 這是我的失誤喔 15超級大 我剛才沒把他多恩 我之前在玩什麼納希莉之類的 然後就把他多恩 當成有點那個 他應該要丟了 索林 索林出來吧 索林不出來嗎 那我不管了 我直接拿這個打喔 對他造成很多傷害 那他索林不出 就是等著 等著倒喔 他可能也是覺得 索林出來來不及了 因為 我有那個在喔 那索林真的死掉的話 我這邊 他的那個應該也會死吧 好他復活了 那這邊的話 很幸運拿到下塔 那我們這邊補這個 然後 守護者要拿來擋一下 好的那這邊 這個部分的話 下塔讓他稍微噴到一下 應該是沒關係 然後我們試圖看能不能再 再偷一下下塔喔 那他要這樣的話 我們 只能互鉤 因為 他傷害有點高 那我們真的靈魂的行徑 威嚇一下 那他繼續偷著走塔 是不是 好他終於丟這個喔 那我們就可以 直接 勾怪 出一掉 然後 守護者 喔 守護者法力不夠 那就很尷尬喔 就是有點 被擺了一道的感覺 那上塔 有點危險喔 上塔有點危險喔 各位 我們的上塔要倒了喔 好 這邊我們沒有找到後面的 有點失誤喔 把它勾過來 上塔 那上塔會倒嗎 上塔拜託不要倒 打掉 那上塔送他了 我們這邊直接進行一波進攻喔 那我們的多溫要留著喔 我們的雖然他現在少我們一直 剛剛是少我們一直鎖鈴 但是我們多溫不要亂丟掉 不然打起來我是怕會有點危險這樣子 我們這把他多溫的幹掉 然後他好像沒有 是沒有法術可以接我們的喔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 比較一個激進的就是 多丟一點炫溫法師 那他炫溫法師位置是丟的相當不錯喔 給我們一個很 很 機車的傷害 那這一波 對決的話 好像是佔不到太多優勢喔 比較尷尬 那這邊我們就是 用法術把它砸掉 我們的優勢是我們有法術喔 所以我們要拿法術當我們的優勢 那沒有把握到兇魂法師很尷尬的一個局面 那兇魂法師丟錯位置了 那兇魂法師丟錯位置了 這位置可以嗎 這位置可以嗎 會死嗎不會死 好那我們 這一波看能不能 成功的推進去喔 因為我們這時候是有這個 那我們 可能失誤比較大 因為其實他不丟法術的話應該是 應該是我們要贏的 但是我這一局的失誤還蠻大的 所以就 我以這樣平手告終這樣 但是我的防守 還不錯 並沒有讓他太容易進來這樣 好的那 上一局的話 對手 也是算是用洗牌的方式 他還蠻會洗的 所以他可以一直丟出 炫魂法師一直丟出二軍鬼魂 然後讓我來不及 就是 馬上做處理 那並且也用禪神扣除 勾著了我蠻多重要的單位的 好這一局遇到的這個 綠遊遊 China 看來是一個中國人 好的 所以 這邊的話 如果又是黑綠的話 其實會覺得蠻難打的 那我們這邊 開局一定是丟這個 那也許他是用毒 反正毒的話 我們就可以多他一法力 好啦一樣是建築 那是不是跟剛剛同一個人呢 我剛剛其實上次沒有仔細看名字 所以我去確定 這邊我們就試探一下 看能不能逼他丟一些東西 那他丟的是這樣 喔這樣我們就砸 這樣我們就砸掉喔 因為那個天堂鳥會那個 還蠻討厭的 那這邊就可以勾上來喔 開局是我們有點 旗開得勝的感覺喔 開局是我們戰優勢 那我們這次訓募法師放上側 啊這個靈魂已經放在上面了 他會那個 尷尬 但是我又成功逼他丟出這個了 彈一下兩下三 兩下 兩下也不錯 那這邊的話看能不能就是 反正我們 多溫不要太早下 我們勾過來然後多溫下 然後 小吃得了 他主要棘手的是他有那個 他有那個什麼 等一下我們剛剛那個被小蜘蛛解決掉 等一下我們先進攻一波 我們再來聊聊 好這邊就可以直接丟忍者在正前方 可以吧忍者會往前吧 忍者不會往前很尷尬 然後被 哇這波很虧 那把他勾過來 一樣解決掉 那上塔造成了蠻多的傷害喔 本來小金石是要拿來守上塔的 真的是蠻可惜的這樣 好的那 那這邊這一波可能 進攻就不能拿太多優勢喔 就比較可惜 那隨時看能不能 能不能緩速一下 沒有目標可以緩速 但是 也是造成還不錯的傷害喔 那這一波我們就不勾他 我們改成勾上面的那個殭屍喔 現在上面的殭屍才是我們要解決的一個當務之急喔 那他現在 他的法力是不是用光了 就是他沒有丟蜘蛛喔 所以我們的 算是我們蠻開心的一點 就是我們可以 相對比較輕鬆的一個方式進去喔 好啦蜘蛛終於丟了 那這時候他的 那個丟掉了我們可以直接丟忍者 等一下忍者被打到了 有點失誤喔失誤很大 然後我以為 我剛以為守護者會打他的塔 結果沒有喔 這比較尷尬的一個部分 那這邊的話我們 我們 我們看一下 等他死掉 然後 直接把他勾上來 然後再做一個 處理掉的動作 然後這邊補一個 再補一個 漩木法師 可以噴那個 然後 靈魂喔 靈魂逼他 然後這邊補這個 咬他 靈魂逼他 做防守 然後再砸他 砸完之後 上路可以做一個小進攻 讓他分心 然後下路再用一個忍者 進去喔 然後下路這個忍者進去的話 等一下上路不做防守嗎 那上路我要 我要多砍一下 那忍者 下路忍者 等一下上路好像可以直接 上路可以推掉 上路可以直接推掉 他沒有假路了 這一局一樣 這一局他一樣沒有假路了 那他 打算死守下路的話 那我就是上路做了攻擊這樣 所以就是這一波的這個 分推是這樣子打 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 好 那我們 應該也是玩了 我們玩三場也四場啦 雖然我的獎勵還沒打完 但是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吧 我們就錄到這邊就好 那影片也不要太長 這樣子 那 各位就是下次見囉 掰掰